她是恶魔女上司真子 手下员工如果做错事后不知回答 真子的腿就绝不留情 员工们被吓得瑟瑟发挡 犯错的员工叫小帅 真子问她是否知错 小帅已是心服口服 真子这是杀衣敬白 根不服气的员工说 你们有辞职的权利 如果要做公司的害群之马 那就是下场 就在几天前 真子被公司高薪聘请而来 她是在业内声名在外的恶魔女总裁 曾经让无数的公司起死回生 大家本以为这种恶魔一样的女人 应该是又老又丑 但当真子出现的这一刻 全公司的人都鸦雀无声 这逆天长腿和绝世容颜 让台下的人瞬间心跳 但小强在真子的眼神里 看出了杀气 玫瑰虽美 但却会带此伤人 他们不知道的是 好日子到头了 真子上任的第一天 就惊呆众人 教大家怎么写辞职信 所有人大祸不解 我们不想辞职啊 但真子却说 屋里有50人 最终我只会留下10个 其他人将会离开公司 大家都笑了 你可真会开玩笑 真子让大家严肃一点 请做好思想准备 助教急忙跑过来 跟真子说 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开除过人 你没有权利开除这么多人吧 真子说 别废话 我已获得董事长的授权 一切我说了算 接下来就开始了魔鬼的训练 为期两周的残酷军训 大家平时都非常的懒散 一天下来就累得半死 一天结束后 真子跟大家说 今天只不过是热身 员工们现在已经感到生不如死了 助教私下打电话回家 可怜兮兮的诉苦 但一瞬间就吓倒在地 因为军训期间 不能用手机 知错犯错 小强想半夜偷偷地逃跑 但却碰到了真子 真子说滚回去 小强顿时就吓料了 这是魔鬼了 半夜三更在这里赏乐 早上 真子开早会 说出了哪些人晚上在玩手机 违反了规定 将要被扣分 台下顿时打成一团 因为觉得宿舍里有卧底 为什么真子什么都知道 接下来的军训更加的残酷了 让大家组队挖坑比赛 天上下着大雨 很多人都无法忍受了 而且真子发现有人作弊 直接就扣分 分数低地将被淘汰 终于有一个女员工受不了了 直接记上了辞职书 助教慌了 但真子走了过来 直接就同意了 这样就受不了 那也不是公司所需要的人 真子跟大家说 很遗憾 你们有一个同事离开了我们 还有谁想走 公司总经理召见了真子 真子汇报了工作的进展 但第二天早上 公司已经走了30多个人了 桌子上都是辞职信 助教气得要命 这样怕是要走完了 真子进来了 看到那些若鸡都走了 这正合真子的心意 留下的才是精英 有一个小胖受不了吗 直接就跑出去吐了 然后爬上了天台 跳了下去